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真的是我的罪 那你就把我背负着 注定有所有的运气遇到你 注定有所有的力气身着你 注定我们的爱很长 这一生太大 无声说不完 我以为我们结束了 但你又跟了过来 你还记得这个牛扣吗 怎么会在你这儿 谢谢你 原来从这么早 你就开始保护我 虽然你骗了我很多事情 但是我相信你对我的感情是真的 大少爷想多了 就你 是因为良心不安 与感情无关 倒是你 因为一颗牛扣 就爸爸的赶过来 也不怕会测试 也不怕会测意 如果我不赶过来 你会难过吗 就当是我会测意吧 但是只要我不和你在一起 我就会非常难过 我一难过 就会想你 我一想到你 我的心就会非常的痛 谢谢你 赶我过来 您这钥匙 小六本 看 一会儿先 饿了吗 是有点饿了 帮我放下行李 好 所以没了好 只得皮下汤 怎么了 我发现 我一点都不了解你 就比如你喜欢听平潭 我之前一点都不知道 还有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食物 喜欢看什么书 有什么独特的爱好 我都一概不知 侍侍 你之前上学的时候 一定很开朗 很爱笑吧 那这样吧 我们玩一个接龙游戏 无论你问我什么 我都会如实回答 那你除了喜欢听平潭 你还喜欢听什么 还喜欢听梅先生的戏 你呢 我喜欢听夕阳的娇小乐 那你喜欢什么颜色 我喜欢白色和红色 我喜欢蓝色 那你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喜欢研究数学难题 还喜欢看侦探小说 猜凶手是谁 那你第一次和女孩子谈恋爱 是什么时候啊 十七岁的夏天吧 不过那不算谈恋爱 只是单纯朦胧的好感罢了 那你呢 我念女中的时候 跟我们英语老师谈过恋爱 不是偷偷喜欢 是谈恋爱 是谈恋爱 吃菜呀 好 杀醉不激 是谈恋爱 是谈恋爱 杀醉不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